谋尼经社 英国祭祀集 身体疾病问题 系列 转换回向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事情起源于母亲过世后 在网络上得知谋尼经社 请示母亲在何处 以及超度所需的功德量 因妹妹发现每次梦到母亲时 父亲也会同时出现在梦中 加上父亲某天提及一次走楼梯时 突然一阵晕眩 差点跌下 因此 我在未请示的情况下 将一万的善款功德 先回向父亲的累世业障 回向结果不圆满 改为回向十方法界 并需要请示业力经文术 开示重大业力 前五示威太守 贪赃枉法 搜刮民之民膏 看到回向结果 简直晴天霹雳 没想到这么可怕的英国业力 居然会发生在身边 就像看电视戏剧 突然从旁观者 变成当局者 而且连改剧本的机会 都没有 我突然觉得很悲惨 而这样的悲惨 想必远远比不过 当初无数个家破人亡的人民 这样的业力 无论有形或无形 想必随便一个转身 都能遇到债主吧 我心想 现阶段 应该都不可能回向雷师业障成功 回向法界可行的话 说不定或多或少 可以先还一些债 因此 寄信询问 若有在帮父亲做其他的功德 是否 也是直接回向法界 经社回复 如果您经济许可 而且日后 会持续诵经的话 可以转换回向 那时 才正打算 请示重大业力所需的经文术 所以看到回复是很惊喜的 因为我从没想过可以转换 如捷运广告款 目前已停止 印简体版佛经 流通到大陆 便又询问之前 请示母亲超度的经文术 是否也可如期转换 得到回复 是的 但不可以让转换 造成你们家中经济的困难 而且要确定日后 还会继续诵经 佛菩萨不只希望看到 你们消累失业障 或成功超度家人 亲人 还希望有一天 你们可以成佛 当周请示父亲 重大业力的结果 需先以最虔诚的心忏悔 并诚心持诵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各一千三百五十遍 待持诵完毕 来信项目回向 化解此因果业游 解冤是结 后来回向此重大业力 结果回向结果不圆满 开示 需诚心忏悔后 加补经文各十部 而且不可转换 只能念诵 因为当时还有母亲的超度经文 要念诵 因此我置脚与父亲的业主菩萨沟通 还记得当时我置了多次钱币 总得不到云角 最后以下列的方式得到云角 先把药补的经文各十部念诵完 再继续念诵母亲的超度经文 母亲的圆满后 要加紧念诵父亲重大业力的经文 当时便先完成三经各十部 才继续念诵超度的部分 其实在总回向的前两天 也就是准备要寄出回向的前一天 父亲突然在工作中拉伤了膝盖 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件事 让我不由地将这些事联想在一起 而当周的回向结果 经文各十部 回向圆满 但要再重新忏悔 看到回向结果 我感觉又回到了 连至多次搅无果的深渊 我把回向结果转贴给妹妹 妹妹问 所以要怎么做 我只贴了经社部落格上 回向为圆满常见事由第一点 一 业主菩萨 觉得您不够诚心忏悔 建议您在家直接下跪磕头忏悔 能忏悔到泪流满面最好 忏悔完后 下周请再重新来信回向 之后 我便没问妹妹怎么做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头绪 我想起经社 曾在留言中 回复其他人 有关奉请业主菩萨的方法 无论是否有供奉佛菩萨 如果是已经请示的话 就对着虚空说七遍 奉请几月几日请示的 某某某业力的业主菩萨到现场 说完之后 拿两个十元至脚 确认是否到现场 一正一反即是圣脚 确认到现场之后 再开始忏悔 通常他们都在您身边 所以您也不用怕请来了后 对方不肯走 因为 业主菩萨不在您身边 怎么干扰您呢 只要您早点 将经文成功回向之后 他们自然会离开 当天晚上 我跪着 心里默念七遍上述的奉请方法 并置脚 确认是否到现场 后来得到圣脚 然后 我突然不知该如何开口 连祈求原谅的话也说不出 因为若角色兑换 我可能也无法原谅 说不定会比他们更生气 我从巧拼 移到瓷砖地板上跪着 因为 跪在巧拼上 让我更没有脸说出口 我磕头请求业主菩萨的原谅并置脚 一致就得到圣脚 一阵感恩与喜悦 但突然觉得有点不踏实 所以我自己又继续跪了几分钟 才敢站起来 这中间 我还有置脚 确认是否下周 重新回向也得到圣脚 之后的几天 我也不敢松懈 不时还是会在心中忏悔 请求原谅 这期间 也会在经社的部落阁里 找有关忏悔 或相关事件的文章来看 就这样 到了第二次总回向的时间 第二次的总回向 我有额外再加上之前 注印善书的四千元善款 另外 在第一次总回向的前三天 也曾梦到一个梦境 梦中的我 在加油站替机车加油 当时表上金额 已显示一千多元 店员问我是否要再加 我想应该就是凑个整数 就说好 没想到 只是再按一下 就瞬间变成五千多元 那时身上的钱 只有一千多元 根本不够付 便跟店员说 剩下的要回去拿 先欠着 他表情和善 微笑地说 可以 事后回想起 梦境中欠下的金额 跟此善款金额 非常的相近 因此在第二次总回向时 便一起回向了这笔善款 到了公告第二次总回向结果的那天 点开文章后 我只敢慢慢地往下拉 当看到圆满时 真是无可言喻地感动 这件经历五世的业障大坑 终于能以双方都好的方式下 填了一些土进去 并外分享在念诵经文期间 梦到的一个梦境 我梦到在一个夜晚 一个亮着日光灯 像卖水果的地方 水果一滩一滩地摆放 突然有个男子很生气地冲向我和妹妹 我将他拉着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冒出了一个妇人站在右前方 他站在我们和男子之间 男子看着妇人 停止了脚步 我拉着妹妹往别的方向逃 男子又气冲冲地出现在眼前 这时 右前方换成一个男性年轻人挡着 我再往别的方向跑 男子不减气愤又在眼前 那时 右前方有个妇人 我们又躲在她身后 我将妹妹拉到我后头 并与男子四目相对 也许是因为来来回回多次 男子才暂时放弃 梦境结束 我不知梦里的男子 想找谁算账 也不知为何 梦里有人相救 而对方因嗔恨心较重 所以回向不圆满 我联想到第一次的回向 再加上 我有请妹妹帮我 一起念诵经文 所以我猜测较大的可能 应该是跟这件重大业力有关 不论事实的真相为何 我在梦里 确实地感受到了坚定的怒意 不过 也不知是何时节的善缘 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 所以能确定的是 广节善缘 莫迁恶缘 这些善缘与恶缘 总有一天 一定会再回到自己的身边 字述结束 忏悔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许多人会捐款 印佛经的方式 来回相位开示的累世业障 或者配合先前的经社 捷运广告款 目前已停止 以及现在的 祝印佛经流通到大陆的活动 做经文术转换 虽然透过这些方式 可以以等价的功德回向 但忏悔一样要做 这一点不能少 经社每周的回向案件 都有请重新忏悔的开始 建议您在每天诵经前 或诵经后 都要好好忏悔 可以针对您现在正在念诵的 业主菩萨忏悔 再针对过去所有的业主 菩萨忏悔 如此方式最好 多忏悔是好的 一来给对方一个交代 二来也在反省自己过去的错 也务必告诉自己 本事不要再犯了 文章中提到转换的部分 本部分 其实是菩萨慈悲 而开始出来的方式 其目的并不是只让您花钱消灾 而是提供除了诵经之外的 一些小转换方式 毕竟许多人还是一直觉得 被经文数字追着跑 或者想要早点与业主菩萨和解 或是不忍心看到 亲卷在地府受苦等 故有此折中方式 在此要再强调 这只是方便法 绝非修行全部 请您要使用此方式之前 务必发愿 往后也会每日完成定刻 或专修法门 保持诵经的习惯 如此一来对您好 业主菩萨看在心中也会觉得 您不是只想花钱解决问题而已 将能感受到您的诚心 且在诵经的过程 您也度了业主菩萨 经社也遇过一些特殊的案例 有些请示者 从头到尾 只愿意做经文数转换 忏悔不足 佛经又不念 持续多次后 菩萨便开示 这些个案 往后都只能诵经回向 目前不再做任何转换回向 菩萨开示 以诵经来因果债功德还的方式 化解业障 其实是很长远的计划 一来 这并不会影响到经济 二来 还能够通过佛经来启迪智慧 花钱可买不到智慧啊 所以 请务必遵照菩萨开示 每日好好完成定课 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可配合捐款不失来回向 如此顺序与观念 才正确 金刚经说什么 金刚经 使我们同时认清 不要被虚妄的人生 和物理世界的暂时现象 骗去了自己的智慧 骗去了自己真性的情感 真正的佛法 是 此法无时无需 真懂得 提也提不起 放也放不下 懂得了 无时无需 换句话说 到这个时候 要提起就用 不提起就放下 就是这样简单 这些智慧 怎么悟呢 佛菩萨智慧高深如海 如果不透过诵经与实践 如何体悟呢 与此要再说明 经社所有相关善款都会公开 不会有一点一滴落入个人口袋 请明查之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